为在阳明山国家公园里头的天西园 早年因为地势比较独立 区域里头保有了丰富的生态资源 而作为休闲农场提供露营烤肉来食用 后来国家公园管理局把天西园收回了 而且把它封了起来 经过十年之后的光阴富裕 有足够的生态资源之下 国家公园管理处才又把这里对外来开放 为了可以永续的保育自然资源 入到园内之后一律采取的是预约制度 早上下午各式一个场次 更有专业的解说员会带领游客入园来导览 如果你碰巧遇到特殊的动物出来迎接你 那你就可以听到更多更多精彩的介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